我刚才说你感觉有点兴趣 大家好 这也是张雨菲不是 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个年回来 感觉我家的口罩已经缩水了 你们觉不觉得 脸都一点遮不住了 应该是口罩缩水了吧 我看之前我拍摄的时候 有很多小伙伴说 我在杭州拍摄的时候 只拍摄杭州市区的美食 就很少拍摄 渔航啊 林平啊 这些地方的美食 所以说 今天我准备带大家去打卡一家 在渔航开了20多年的 老毛油炸串串 由于渔航离杭州市区 还是有点距离的 所以今天我特地去提了 我前两天送去 CS店 DHT升级的 哈佛H6插电混动 DHT升级之后 由之前的纯电和纯电混动 两种动力选择模式 变更成纯电 纯电优先 智能混动三种动力选择模式 相当于集纯电车 性能车 节能车与一起 一车抵三车 那我们就出发吧 一起去简简单单吃一点 给你们这个安全带 安全重要 来 你好哈佛 有什么东西 带我去老毛油串串 等会出发 现在车开死来了 我来一边开 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一车几三车 像现在咱们在室内 高空时段行驶 红绿灯较多 可以打开智能混动模式 这时候车辆 可以根据不同的驾驶场景 来自动判断动力工作模式 低速用电 高速用油 也就是咱上面说到的节能车 如果说你平时不出远门 只用做程式上下班通勤的话 可以切换到纯电模式 此时全程是禁止发动机启动的 强制纯电驾驶 110公里的版本 足够一周纯电 不价有的通勤使用了 当你想在省油节能的前提下 又来点速度与激情的话 可以切换到纯电优先模式 急加速时发动机就会介入 油电双驱 加强动力享受 这时它就成为了一台性能车 开起来那叫一个爽 我看我现在下车了 我感觉我来到了一个乡下的感觉 我差不多开过来的话 花了一个多小时 差不多四五十公里 等于说我今天来回要开一百公里 看在我今天驾驶如此漫长的份上 可以给我一个点赞吗 谢谢 我看到一个小伙子 我问他一下 他认不认识这家店啊 兄弟 你知不知道老毛游戏在哪里啊 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这个朋友就是纯粹装膏了 你看 我一走了吗 他又跟过来了 不懂什么意思 看 就这一家 里面挑吗 里面挑是吧 我要一个速鸡 鸡腿 帮我拿两个鸡腿吧 你这个一串 一个 一个茄子 一个藕 一个藕好了 OK 这些吧 这些 你能拿一个这个吧 哇 这个我好久没说了 这个 真的 哦对 你猜我今天带两个颜色了 看到了 小陈 真皮囊 为什么要带小陈 因为他今天的影子 跟我喝的变化成颜色 像 突出一个眼睛 嗯 我 看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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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因为我一开始是点了85块钱 然后我发现来这边点单的每一个人 都是要远超100元 这个故事告诉你什么 唐之人的选择很好 我觉得85块已经点得很多了 然后进来的每个人除了我都是点100 100多块以上 所以我加了一个大概24 所以总共是 105 肯定先吃一个鸡腿吧 嗨 闻起来像是一种沙咕噜 吃了一口 嗯 是好吃的 它的外皮味道绝对是好的 就是它里面入味不够 它的味道只是炸好以后 然后在鸡腿的表面同一层 所以说它里面的话 味道不会入了那层 但是外面的味道觉得是ok的 然后我要了一点小辣 咖啡 这个小辣完全是足够了 很好吃 小辣脆的粉就得吃鸡皮 鸡皮很脆 那是它下面这个鸡皮 鸡皮很脆 这个鸡腿 这个是好吃 还有泥脊肉 因为估计没有吃泥脊 你还记得你以前小时候 校门口排队最多的一家泥脊肉味道吗 它是太好吃了 质嫩 这个说实话会有点让你小上瘾 一直吃下去 而且我觉得这老板的酱料 是有点好吃的 是不是 你把你变小的就放不下来 好 好 吃炸炭 必须点什么 淀粉上 但是我感觉这应该不是 你比如说是王仲王 我小时候确实是 比较醋的那个香肠 我称之它为2.0 1.0的实在是依旧是这个王仲王的香肠 因为它是带肉的 真的手选的是买一块钱 而且最好是把它这种 边边片一下 这样炸的话会变得痛吃 你第二手它真挺美味 是不是有点有意外 味道非常好 它这个经过油炸喷热以后的王仲王 味道要比用冷的王仲王好吃一百万倍 我再吃一个鸡腿 俗话说的好 新年鸡腿 裁员广京四流水 所以说新年 闻要多吃鸡腿 知道吧 说起裁员广京这个词 我想问你们一下 今年AC权拿了多少 117元 咱们都是自己人 透个底了 你说 我谁说我的 我今年是负五千 我过年给我爸妈发了个两千 然后给我爷爷奶奶个个五百 直接是五千块钱 负五千 你们呢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拿过鸭腿钱 没办法 我长大了 我看到一个五千的划过了 这个五千的哥们不得请我喝杯奶茶 算了 也不要你奶茶 我点个赞行品 免费的你能来一下 我觉得这个辣味刚刚好 再辣热也不是的 雅狗啊 你们觉得我跟店家不是辣吗 并没有 来这边吃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就是每个人都是把小鸡肉吃油炸 吃木板 我没准一看 来自家店铺一次 哦 这个是 这个是猪肉串 我自己拿了五串 咱这个年纪也差不多是 杂串自有 长大就少 所以说你们都快快长大 虽然说长大了整个人坏 所以整个人也有整个人好处 那还挺好吃 腌制挺入味的 然后这边还有五花肉 这五花肉应该是很脆的 我猜啊 并没有很脆 在我心里它是脆的 这五花肉没有刚才那个 猪肉串的好吃 这个 家店的主营业务是炸串 我觉得他们在酱料 不只是蘸炸串是好吃 蘸脱鞋都好吃 所以说我觉得 他们完全可以开设一个 炒主食的业务 干嘛 哪有一定会炒脱鞋 人家想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是豆皮 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豆皮 这个你们有吃过吗 我好 有一个能咬到西脖子的口感 我像尤达天泽饼 这个味道 这味道一般般 我做死吧 可以不点 我还有这个 大肉排 你们小时候有吃过吗 我话 对 不得不说 每一家咬到西脖子的 我说每一家咬到西脖子的 每一家咬到西脖子的 前六年 零五六的门口零五六黑色的车速一下啊 零五六是这样 零八十五六 零八十五六 零八十五 零八十六 最该点 你可以不吃主食 但是你不能不点大零糕 味道OK 但是我觉得这银糕不行 这银糕咬到不过酥脆 我不只是点了王中王双胃好吃 我还点了这种全肉 正常它吃开成这种形状以后 它咬到就会很透彻 所以它的香肠 因为就会很酥脆 这样吃香肠的口感就很丰富了 内部还保着了香肠 柔软的口感 外部非常的酥脆 那么问题来了 变肥脏和纯肉肠 让你换血液 你会觉得每一段 两个都很想吃好难选 长中宝 这种东西要细节要慢液 肚子要吃这点油了 肚子的油已经顶到这边了 但是它其实就算不油 这个就是肠肉 你们还记得我刚才这边拿上来有多少 当然有很多吧 我战斗力应该也还可以啊 不知道我前面要为了真凯鸡 可是那个粉的味道 战斗力 真的决定很好 你可以经过渔航 或者说来渔航的时候 来评论 你是不是张一队是张一队 你好 你是我本子吗 你妈妈是我本子 你不是我本子吗 你也是吗 你可以 那怎么办呢 我没带逃 怎么办 怎么办 是是是 你好 你好 文明关头 不要 不要投胃 你说 你应该叫我哥子 还叫我哥子 知道 高情商 太美 我还是很年轻的吗 对吧 毕竟哥们开酒吧你 叫哥哥 没问题吧 比我年纪少的 都给我叫一声 张一飞哥哥 我现在 现在我已经吃完了 打包回家 最后我再提一下 咱今天开的这一辆 HUFO H6插电混动 这辆车 充电也超级快 从30%到80% 只需要20多分钟 另外大家知道吗 这辆车 还可以作为一个大型充电宝 为外部电源放电 实在是一举两得 也感谢哈佛汽车对本期视频的赞助 我个人认为 在这个价位 这辆哈佛H6插电混动真的不错 像我这趟探电的路程 它的油耗在溃电状态下 只需要百公里 5.6升油 尤其是DHT升级以后 续航综合里程增加了74000米 在满电满盒的状态下 可以开1100公里 所以最近如果说有需要购买车 或者说正在考虑买车的小伙伴 不妨可以考虑一下 哈佛H6插电混动 然后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 大家看着开心 不要忘了给小伙伴点赞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太回事了